小孩子一般都会有叛逆期 那么叛逆期从学学上说有什么说法 是夜里还是冤结啊 冤结 叛逆期的话 实际上从现实生活当中来讲 就当他逐渐长大 他看到爸爸妈妈已经没有那么种尊敬感了 因为爸爸妈妈太多的毛病 展示在孩子身上 孩子已经懂得很多人生道理了 这个时候他会看不起爸爸妈妈 他会有一种叛逆 还有因为他接触了社会了 还有就是因为前世的缘分 恶元都是从懂事情开始的 所以这个叛逆期就这么形成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感恩师父